2022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案件做了裁定 认定百度的一位96年出生的程序员金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年 之所以今天的科技参考要说这个话题是因为 今年以来互联网行业各家都过得非常艰难,日子难过,是非就多 像这样的员工跟公司的矛盾,我们当然无法预料会在几月几号发生 但起码我们要意识到,今后发生的概率已经远远超过从前了 所以呢,从公司的角度来说,适用期的员工没有录用 正式员工的辞退,考评那些不合格的员工掉岗等等环节 都是引发矛盾的时间点,需要格外的重视 而对于打工者的我们来说,如果不熟悉法律 以为代码就是法,可以替自己伸张正义的话 即便自己最初是被害者,也很有可能一不留神就违了法 删库跑路的意思是,程序员因为和公司产生矛盾 于是离职前利用账号的权限,把公司的网络产品数据库删除 给公司造成损失,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实际上,删库也未必删得了库,跑路也未必跑得了路 而且有的时候,即便报复的方式并不是删库,也一样跑不了路 典型的删库跑路,咱们举一个例子 2022年2月份,京东到家的一位程序员就因为这件事被判了10个月的刑期 这位29岁的程序员入职上海一家软件公司 在试用期里为京东到家平台开发代码 但3个月试用期之后,公司认为他没有达到要求,没能转正 所以在离职之前,他把京东到家平台的优惠券,预算系统和补贴规则 这些由他写的代码给删除了 导致这家公司没法按时提交产品给京东 采访当事人的时候,他的理由是,他删除的都只是自己写的内容 既然公司认为他不合格,那么公司也就不能这么拿走这些代码 于是才给删了 实际上,任何公司都对这类潜在的事故有预防手段 绝大部分程序员提交的代码是不能直接和当前正在运行的主程序有什么瓜葛的 这些研发代码被写出来之后,就停留在分支上 要经过他的上级领导评估通过之后再走流程,才能让新的代码并入主程序 所以普通程序员压根就没有权限,把生产环节正在运转的代码改来改去的 也就是说,这位试用期的员工删的只是研发部分的代码 他之所以只删了自己写的那部分 也是因为公司也不可能给他权限,让他改动其他人的研发内容 所以,公司真正损失的,就是他写的那部分里头能用的段落 他的删库的规模实在是小的可怜 这个案件因为程序员最后主动承认,并且赔偿了公司3.5万元 所以才轻判了 有人看的戏可能会说 既然普通的程序员是很难做到删库跑路的 那如果发生矛盾的不是普通程序员 而是普通程序员的领导呢 比如说期权没给兑现 或者是被其他的部门领导排挤,心生怨念呢 其实也是有防御措施的 对于每个版本的开发代码与数据库 成熟的互联网公司都有多份的备份保存 就算是层级比较高的领导 把当前运转的部分全给删除了 也可以利用备份回滚到上一个版本 当然啊 上一个版本和最新版本 可能存在一些数据库上的差异 两个时间点离得越远 数据差异就越大 这部分差异虽然可能导致实际的损失 但是也依然很难做到彻底的伤库 真正彻底的伤库 是那些有数据备份高级访问权的人的恶意包袱 但一般来说 这些人全都是公司股东类型的人 公司的利益就是他自身的利益 所以干这种事的概率很低 但是呢 也依然存在 有这么一个案件 就是杭州渔航的一家互联网公司CTO 他做的 CTO肯定是互联网产品运营 开发备份 全部权限他都有 这位CTO是公司创始人 从其他公司用高薪挖来的 但是来了公司两年多 并没有带来很好的产品 而且公司效益一天不如一天 于是创始人就通过各种精妙的方法 当然这个精妙啊 是带引号的 就让这位CTO竟然同意不给任何赔偿 主动离职了 创始人当然觉得自己是赚大了 因为这位CTO当年是高薪挖来的 如果真的按规矩赔偿的话 还是要赔不少的 这下省了一大笔钱 过了两个月 这位主动辞职的CTO呢 也自己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不过待遇还不如上一份工作的四分之一呢 他越干越觉得不爽 觉得是上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忽悠了他 于是决定报复 他就试了试上一家公司 阿里云服务器的账号跟密码 哎 发现还没有变更 于是就把数据库里的索引和一些表给删了 结果就导致前公司的业务停运了五个多小时 最后呢是判刑两年半 缓刑三年 这个事故能发生最大的漏洞就是 这位CTO都已经离职两个月了 他掌握的用户名跟密码 竟然过了这么久都没有改 创始人和继任的CTO 绝对是安全方面的外行 当然 最近几年发生最严重的伤酷事件 还是V盟 这是一家专门给几百万家店 做V店小程序的上市公司 一个运维的高管 因为私人情感恩怨 系统的 有计划的 大规模的删掉了正在运转的数据库 和所有的数据备份 三百万家店铺 顿时就没法运营了 总共造成了140多个小时的服务中断 V盟后来还赔偿了商家几亿元 这场私人恩怨的细节啊 太过狗血了 咱们就不说了 你只要知道 这位运维高管 他的心态就是根本不想留任何的后路 就是想彻底的搞垮全部的数据 哪怕自己后半生全都在牢狱里度过 也没有关系 但是即便如此 最后经过一周多的时间 V盟还是恢复了全部的数据 所以你看 程序员想利用计算机程序 跟系统的权限实现正义 这件事基本是行不通的 还有一些例子 并不能完全算是商库 比如说开头举的那位 百度程序员的例子 他其实是在自己负责的段落里 添加了很多功能不正常的代码 用户用着用着 可能就没反应了 或者某些数据就莫名其妙的丢了 更类似于是通过技术手段 故意降低产品质量的做法 并不算商库 但是也被判刑了 还有一个例子 就更体现了程序员的天真了 这个程序员后来的判决是盗窃罪 他因为被裁员而心生怨恨 但奇怪的是 被裁了之后一年多才被抓 这家公司呢 是电商品牌 他被裁之后 相关的权限没有完全关闭 于是就写了个程序 把一部分返利销售的接口 接到了自己的银行账号上 但是这个人并不是要偷钱 直到警察刑拘他的时候 一年多这时间里 那个账户里返利已经积累了上万笔 一共是21万多块钱 他一分钱都没有花过 调查的时候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他的理由是 我就想让公司自己发现这些钱没有了 然后主动找到我 为当年强制裁员的事 主动向我道歉 然后我就会把钱全部再退回给他们 他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出口恶气 而这家公司的流水确实很大 一直也没人发现这个问题 直到公司打算上市 有第三方审计的时候 发现这账上有20多万块钱对不上 公司最后怎么查都没有查出 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报警了 最后是由警方查出了这个账户的存在 于是报警之后的处理又符合盗窃 数额还比较巨大 于是刑拘之后审判 直接就是四年两个月的刑期 你看实际上这位程序员并没有盗窃的念头 可能最初遭遇不公的就是他 但是没办法 他的行为还是违法了 这就要说到一些程序员对社会规则和程序规则的混淆了 程序只要是植入了就会毫不留情的执行下去 有点像法律被执行一样 而社会规则往往不是这样的 很多程序员因为缺少跟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 于是在利益纠纷中容易吃亏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职场被裁 如果遭遇的是不公待遇 去申请劳动仲裁 其实成功维权的概率非常高 但一些人力资源部门也有反制措施 导致程序员也不敢去做劳动仲裁 有些人力资源部门会这么说 如果你坚持索要高额的赔偿金 或者你真的去申请劳动仲裁了 那几家大厂的人力资源 我们其实有一个联盟 我把你拉黑之后 你在那些公司也都是拉黑的状态 你这辈子再也别想进大厂了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压根不存在一个系统化的 人力资源数据分享平台 供他们来用 而更加实际的威胁是这么说的 你别去申请劳动仲裁了 否则你去下一家大企业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对你做背景调查的 到时候问到我们公司 我们肯定不会支持你的 这个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 谈判的时候就要注意录音 去下一家应聘 问到为什么离职 你呢可以把录音展示给他们 没录音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说他们不想给赔偿金 然后我就申请了劳动仲裁 你把这仲裁的这些文书给他看 然后老公司在背景调查里 就跟你说了些坏话 如果新的公司是正经企业的话 当你把这些材账拿出来 把这些话告诉他们 他们一定会转而更关注你的能力 和实际表现 而不会在意老公司的说法了 总之 程序员是很难通过程序 跟公司博弈的 因为既上不了库 也跑不了路 在互联网公司里 程序员的违规动作 那是非常清晰的 各条指令的操作 是可以精确到秒的 一旦选择用破坏计算机程序 为自己实现正义 那就吃大亏了 而对于公司来说 严格离职人员的权限 注意数据库的备份 虽然是老生常谈 但是真正能够做到 十年如一日的执行到位 却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